不是吧 糖葫芦还能这样吃啊 走走走 找我爹去 小远小远小远 看下这个视频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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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里的是吗 这是 干啥呀这是 当然是要来做糖葫芦啦 这么奇怪的糖葫芦 要做完你这个糖我可不是 你怎么就确定它是奇怪的味道呢 说不定人家很好吃嘛 那行吧 那咱要不试试 我精挑细想了几个食材 有我最爱吃的大辣条 还有视频同款红柿辣椒 以及这个中规中矩的食材 皮蛋 还有两个虽然看起来有点齐巴 但说不定能发现新大陆的食材 生姜 六大饭 你这准备东西是什么呀 我就准备了一个热香味俱全的打鸡腿 今天就让我们来帮大家测评一下 什么真的外物皆可糖葫芦 我觉得呀 我这必须可 再来先让我们来进行第一步熬糖浆 冰糖浆呢 我们是要准备1比1的水和大冰糖 先把水倒进去 再把冰糖倒进去 开一火加热 这是熬糖浆的功夫呢 我们把食材给串一串 哇 皮蛋串串 糖浆已经熬好了哟 接下来就开始撸串了 咱先来整打鸡翅 看牛腰好吃是怎么回事呀 在枕上大辣条 上辣椒 上粽头洗辣 6种奇葩冰糖葫芦 大冒告成 兄弟们 你们来猜一猜 这6种糖葫芦哪一种最好吃 我们先来吃一个皮蛋的 虽然这个呀 可能是最奇葩的一个 可是我莫名其妙我觉得 有可能会很好吃 所以我第一个要来尝一下它 咱们找一个上面挂着糖最多的哈 诶 在中间这个了 那我就吃这个鸭腿吧 哇 又甜又咸 其实我觉得皮蛋的甜口味 好像没有咸口味好吃 这吃的我个应付 那这个味道还是不错了 一碗怎么吃 多好吃 那有这么难吃吗 这味道太习惯了 这味道太习惯了 这很好吃啊 看你吃这个鸭腿吃的这么痛苦 我也来尝一下 我还是吃这个辣条 哇 这鸭腿很好吃啊 这个鸭腿的皮 加上这个脆脆的糖层 就感觉有一种分头形容不出来 特别酥脆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辣条 比这个鸡腿好吃 简直有一万呗 这种咸甜甜的 吃到嘴里 那是非常的逮性啊 辣椒 辣椒 这感觉非常的不妙 虽然这样吃的也不太好吃 但我觉得总比单吃这个辣椒 要好吃啊 你拿着我牙了 感觉就是混杂的口味 只有我喜欢的 生姜大蒜 挑一个 这两根还是生姜吧 这大蒜吃起来嘴老臭了 那我来吃算吧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想吃啊 哇 好难喝啊 好辣 好辣 不行了 事实证明 万物皆可糖葫芦这个理论是错的 有个东西啊 它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哎 该干嘛干嘛去吧 经过综合测评 这六个食材当中呢 我们一致觉得 辣条糖葫芦就要吃 喜欢我朋友 你们有没有在家尝试过 这种奇发的糖葫芦吃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糊 糊 好